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14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六了 想跟大家 繼續跟進一下廣州政界廣場 星期三旁晚發生的那一宗 保馬亂撞人 的嚴重事故 網絡已經是流傳大量當日發生的 短片 一架黑色的保馬 這個休閒車 在十字路口撞向正是過馬路的大批人群 之後就轉滑 再撞向另一班人 然後 開車反覆 指壓已經被撞下的人 很多人拍到一條短片 駕保馬的男人停車之後 向人群訂錢 然後曾經試圖逃走 後來被警方拘捕 我們收到一張照 是看到 車上有 超過百萬的現金 這個外面沒有太多人說 因為 那個 我們也 分析一下 因為 歇陽 來自歇陽 其實很多人是 做建築材料批發 因為我有朋友 在那邊的海綠峰人 近住那邊的海綠峰、歇陽 他也說 那邊的人 不流行 用銀行過數的 全部都是用現金交易 而且 他們年輕一代 要麼就拿保馬 要麼就拿便士 通常都是拿保馬 從這兩件事 身上大量的現金、車上大量的現金 其實就懷疑他們是當地的一個 那些 建築材料的批發商、鋼材、建材 批發商的 可能是第二代、副二代 不知道有甚麼 情況令到他們 發瘋 要報復社會 因為這件事 絕對不是外面所說被人炒了的 遊戲公司被人炒了 不是的 他的車上有百多萬現金 今天還到處殺錢 遊戲公司 不會有這樣的 拍頭 除非他是老闆、破產 另一回事 不過看他的年紀 也會比起二世早多 他被警方拘捕的時候 大聲喊 我叔叔是黃昆明 黃昆明就是現任的廣東省委書記 這件事我們跟大家說完之後 廣州市 市民 每個人都很關注 很多人去現場獻花 結果 好像香港的太子集一樣 警察 不讓人再去獻花 清走現場的東西 然後 在社交平台 那些 獻花的照片 關於這件事的圖片 那些短片 全部被網警刪除 好了 而事發這件事 廣州的公安把他定性為交通事故 這個全國廣州的人 沸騰 全國廣東省 甚至乎全國 都是沸騰 根本就是謀殺 根本就是 大屠殺的一樣 警方就把這件事 淡化為 交通事故 因為交通事故 只會騙 最多是判五年而已 殺了五個人 是吧 究竟是甚麼人 可以有那麼大勢力呢 他究竟是不是真的是黃昆明的侄子呢 這件事真的是很值得我們心思 我們就這樣想 覺得應該是不會的 揭揚人性溫 是吧 現在也有很多朋友在起底 究竟他後面 有甚麼後台 竟然 整個廣東省的公安可以睜大眼說謊 我們 就跟大家 詳細探討一下這個話題 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最近我們的 推送 越來越少 很多網友說收不到我們的推送 有網友PM問 是不是你們最近加了幾分鐘的廣告在後面 所以他們沒有推送 不關於這件事 我們平均看的 其實每一條片都是 我們十多分鐘的影片 平均都是5、6分鐘而已 所有的影片 是那麼久以來 平均看的 很多人有時候可能看 兩分鐘 三分鐘就不看 有些人看 我們很多支持者就會看足了 也有些可能看幾分鐘就不看 所以我們有數據的 是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平均都是幾分鐘而已 看不完十分鐘的 所以 不關有沒有廣告事 不關是不是 我們直入式廣告這個問題 不推送呢 肯定是政治原因 不把我們推送給人 因為我們也知道 Google 打壓我們的方法層出不局 其實我也知道有其他的 同步同行 其實也是面對 不同的打壓 有些沒有推送 有些大量黃標 他們現在走的其實是我們之前的舊路 我們從去年12月17日開始 全黃 每天都黃 每天都黃 最多一兩節是不黃的 所以為甚麼我們要 將節目拆開做十條片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深受黃標之苦 以前我們 一個星期做兩次節目 每次做三節 他做兩節黃標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將它拆細 每次做半個小時 所以 就是因為受到很嚴重的打壓 不好意思說得太長 希望大家 每一節都可以留言 多點留言就增加了推送 好嗎 我們繼續邀請大家 尼克池的網聚 因為現在差不多到訂了 我們最多可以 再接受20個就封頂了 不可以再接受報名了 因為 場地 已經坐不下了 已經快要爆棚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繼續說 因為網友製了一張圖 這張圖 是 紀錄到他 從網上的所有的短片 所有的照片 綜合到 他 原來 在這個廣州這個地方 正街廣場這個位置 其實 由天河路 天河東路 體育東路 反覆在這幾條街上 兜來兜去 撞了六次 根本就是一場 屠殺 第一次 就在廣州正街廣場 萬豪酒店門口 然後 去到體育東路 撞了一鍋 然後第二次 轉入體育東路 在這個正街廣場的商貿旅遊區那邊 另外一邊 即是二天唐文化店那邊 再撞了一次 好了 然後第三次 駕車又繞出來 天河路 在廣東省商務廳對開 在那裏撞多次 那裏也是萬寧國際中心那裏 即是在這裡中間 又撞人又撞多次 然後就駛向前面 在石牌橋那裏 撞多次 這裏也是屬於天河路的石牌橋位置 又撞人 然後轉入天河東路 在那裏撞第五次 這段 其實就是橫街來的估計 這裏就是天河花園大廈的位置 這裏撞了第五次 去到第六次 他就去到廣州市的交通運輸局對開 也是廣州開發區 醫院 在這裏撞了第六次 然後被公安在這裏撞了 反覆在這裏 根本上 就是一宗謀殺案 心腸很狠毒 根本是 完全全是一種報復社會 但是 現在我們看到了 他竟然 廣州的公安將他定義定性為 這個 交通事故 很明顯 要是 他有很龐大的後台 大到 不想將他 從嚴處理 也沒有 公佈他的名字 要是 廣州 因為 省委書記王坤明 其實是一個宣傳系統的黨軍 他之前是 當中共的宣傳部長 幫習近平在這裏 塗脂抹粉 當然他知道宣傳 是有一個可能性 你說他是不是他的侄子 其實我不相信 不過 現在看來他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後台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維穩需要 因為這種事最近發生了很多 中共最怕 就是民眾有養學養 因為 如果個個都敢做 就會人心惶惶 沒有人敢上街 沒有人敢出街 現在 你想想 無端端逛逛街有人走車撞過來 飛來橫和 真的很恐怖 還說中國是最安全的地方 根本危險 以前 經常有人要報復社會 要抓小朋友 去幼稚園殺人 或者在街上隨機 就是 孤狼式的恐襲 這次 如果我們定義也是一個孤狼式的恐襲 拿著車到處撞 有人說有危險的東西應該會禁止 其實私家車是很危險的 因為一旦 有些歹徒拿著私家車就可以殺了很多人 如果他駕著貨車 死的人更多 不過貨車沒有那麼容易走得掉 他可能駕駛的東西比較大 3.3噸那些 如果他駕駛的東西更多 更加多人死 上面裝滿了貨 甚至乎 裝油車出來 爆炸 爆死很多人 因為現在 這個人很明顯 他心理不平衡 他一定是精神有問題的 他要 多人跟他陪葬 不知道他是基於甚麼原因 生意失敗 家裏有甚麼不妥 老婆走老 又或者要報復社會 為甚麼要報復社會 所以現在我們就這樣看 維穩的機會是有 但是 他後台的後台很硬 也有可能 有得那麼多錢在他身上 是嗎 喜歡出來發洩 恃著後面有後台 為甚麼都不說黃坤明呢 因為黃坤明 是省委書記 他後台 是不是已經到了省委書記級的呢 甚至乎是中央呢 再高級一點呢 這件事真的是很難估計 大陸 我真的提醒大陸的朋友 大陸的民眾 現在 因為三年疫情 很多人的思維 已經完完全全變了 有些變得毫無人性 有些 就把所有的 所有的不幸 發洩在他人身上 可能自己有些遇到不幸的事情 就把他轉為發生在人家身上 把自己 的仇恨建築在人家的痛苦身上 不是快樂 是仇恨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未來可能會經常發生 以前 那些人就去搞幼稚園 去殺無辜的人 然後大陸留下了一句 冤由頭 債有主 前面左轉是政府 叫人家有甚麼事 你找共產黨算帳 一天都是共產黨 做的壞事 這件事跟美國沒有關係 不是外國勢力的 大家想想 大陸 怎麼會有外國勢力 外國人也進不到大陸的封控這三年 大家想想 如果銀行戶口也封你 你想想 外國勢力可以鼓動到大陸人去 怎麼給錢 不給錢 大陸人會有人出來抗議示威嗎 不是收多錢 怎麼給錢 大家都知道 中國銀行系統那麼容易可以由外國打錢進來 你這個普通交易 多少錢 都被封戶口問你 那些錢從哪裡來 大家想想就知道 這些東西騙不了人 這次 這件事 我覺得還有很多手未跟 現在有人 開始起底 看看這個人 姓溫這個人 究竟是甚麼背景 是不是真的官二代 他後面的後台 或者他父母 是不是真的到了那個級 政治局委員 還是常委 揭陽應該是沒有常委的 而且那裏是海六峰 海六峰好像沒有人做到中央委員 或者政治局委員 但是福建就可能有了 大家知道 福建和潮州和揭陽 很多時候 是大家有親戚關係的 不知道會不會是有這樣的事呢 這個樣子真的不知道 那麼我們 時刻會跟進這件事 大家 怎麼都要 跟到水綠石出為止 起碼知道他的背景 現在你想門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門 官方想把這件事 沒有得停 那麼嚴重的事 每個人都懂得翻牆 這幾年來 誰不懂得翻牆 還有大陸 好 這次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 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好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紀內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